今天正月十五 我们一定要讲一讲元宵节 首先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晚年好 这个正月十五 因为很多地方 这一天比大年初一都热闹 万家灯火 他这个由来呢 要换几种说法 比如说西汉时期的这个东方朔 在这个宫里面有个叫元宵的姑娘 回不了家 然后他就下一次办了 这个灯上写上元宵啊怎么怎么样 大家也说赶这个火神庙 皇帝批准 就说祭拜 大家都喊元宵 因为老百姓就让他们出来嘛 大家一起 这样就算团聚了 可见 那个时候也是用心良苦 很容易 还有就是说这个 天地啊 一只神鸟 路到人间 然后被被哪个没长眼的猎人 不小心被射了 然后就 以大怒之下 龙危大怒 然后就要收人间的东西 也不知道他脾气为什么那么大 然后就有一个老舍就出来说 想办法那几天我们都点上灯 看上去好像火喊一片 也不知道天上就可能是离得太远 看不清楚 那些神仙怎么就不上眼 看的都是灯 很奇怪 反正这些类似的说法 我们也不追究了 因为比如说这个东汉 这个这个汉朝 之前 那这个 就不该过节啊 就没得过嘛 实际上有些西俗也是后来才产生的 那当然 他合理 文化的好 也叫好文化 我们就可以继续传承 你看这个元宵节 一直叫元宵 那之前 叫西元 叫叫什么什么很多 嗯 但是后人一直叫元宵 包括元世凯 就说 元宵嘛 宵元嘛 老百姓就有意的 要喊出来 元宵 然后就禁止 禁也禁不掉 有人说是 这个元世凯在前 元宵在后 这个名字 那实际上这个 元世凯没了 还 还是在 元宵还在 这个在他之前应该就是有 嗯 这一天 习俗也有太多 像一些这个 太当迷 这个也是大概是宋朝时期 后来 那就是衍生出来的 那个时候文人的一乐 真的是 因为很讲究文字 他们也都是文化人嘛 其实真的是很有乐趣 开动脑筋智慧 嗯 我建议大家这个 嗯 如果有大城市 或者有大的庙会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我离北京近 有机会 那那过年一定要去北京 但是今年例外 对吧 那个情况 啊 嗯 就是 各种的民间 习俗有的还在 甚至说古代的一些 祭礼等等 很有意义 很有文化的追思 也也同时进化心灵 啊 上目鼓风 嗯 还有就是 武灯武诗 北方吃元宵 南方吃汤圆 有的说是有的滚出来的 有的包出来的 这个武龙 好像也是北方多一点 南方是武诗的 大概差不多吧 我也舞过龙 真的很过瘾 而且是龙尾巴 前面还少一个人 我一个人当两个人 那个尾巴很厉害啊 像龙白尾 这一天 道教田官四福 据说是他诞辰 嗯 月亮满 正月十五 他阳气自然旺 我们有机会再解释 他很有道理